那我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去放生 要到哪里放生 或者是交给有关部门 那么现在我发视频 就想问一下大家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现在我今天马上到派出所了 派出所我去问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搞错了 这个地方不对 要不我直接把它放生了吧 直接把它放生了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去远点的地方 就是山好水好的地方去 给它放生掉好了 它在这里面 它在垃圾桶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风景区 而这里面都是山山水水 都在这里放了很多很多鸟的声音 我觉得在这一方应该是 没问题它可以生存 差不多就这个地方嘛 这么多的声音 这次我要小心点 不能让它再鼓到我 小朋友 再见咯 不能让它带子 放掉 它太紧张了 它有点怕 爪中间干嘛 你这个带子也要带中了 它自己 哇 你这个什么爪子 这都是穴 这我要把它放掉 再好了 兄弟 最后给你拍张照 我们俩合影好不好 我们就走了 拍照片合影 回去 回到你的森林里去 跟观众朋友说再见 拜拜 一二三 没飞这么点 夸 没飞怎么又让人给他给抓了 这个你要走了 走了 走了 它好像不太会飞 走了 走了 不行 放这里不行 我们要换个地方 它这个可能是太小了 年纪太小 所以说我们要换一个深山脸的地方 不让人轻易抓到它才可以 哎呀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我们现在还是去拍出所吧 然后带到拍出所 看他怎么处理 你好 我这里有个猫头鹰 别人卖 我在买了呢 然后拿着放掉 放掉它又不会飞了 那怎么会飞 我打你 你电话 你觉得 差不多了 等这个管这一块的人过来 拍出所来拿下这个猫头鹰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哎呀 怎么等了半个小时还没有来 是这个车吗 是这个车来拿包头鹰 对在这里 有笼子吗 就这个 这真的很坏了 拜拜 那我就交给你 放心的吧 这就你到时候把它放放掉就好了 是的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拜拜